HELLO 大家好 我是哈姆 喜歡我的遊戲頻道歡迎大家訂閱點讚開啟小鈴鐺 今天是10月2號來玩這款殭屍巢穴 這是一款喪失題材的放置類小遊戲 而在商店上面的下載次數是100萬加3.9萬折評論 4顆星的評分 在遊戲中我們將扮演特工人員潛入地下實驗室殺死殭屍拯救幸存者 最終目標是降至實驗室1000層 摧毀導致感染的主要核心 遊戲的玩法很簡單也很休閒 士兵部隊會自動戰鬥 助推器挖掘向下樓層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賣出血清獲得金幣 有了金幣之後升級戰鬥人員助推器各項攻擊力 接著下面就是我試玩的遊戲畫面與體驗 給大家參考看看吧 好殭屍巢穴 那開始遊戲 像素風格喔 好像是像素風格 好這邊有吉普車跟一些槍手 把一些殭屍給幹掉 應該是那一種 那種 往下發展的一個地下層 然後阻止殭屍 進攻我們的敵人是不是 進攻我們的基地是不是啊 我現在也沒玩過 我先一個一個來試試看 一直往下跑 然後有中文 直立式的手遊上司題材 大規模殭屍事件 隊員正在消滅這些殭屍然後還有一些幸福者 哇小女孩 香蘇風格 那我們的任務就是要解繡這些幸存者 好一樓二樓三樓 它這邊有一個那個百分比 那我們先看一下設定好了 下方有一個這個廣告 小遊戲啦小遊戲有時候會有一個廣告 我不知道它到說會不會有那個強制的那個 強制廣告跑出來然後語言的話點的話就直接切了 我切不回我們 我切不回反中耶切回來好不容易 好 然後怎麼玩 我還真的不知道 設計 我把那個遊戲畫面放大好了 反正下面的畫面我們用不到嘛 就是你們錄遊戲的話 可以把它放大雖然它這個是直立式的 運送車輛 4樓百分比 點擊我們的車輛然後可以出售血清 全部出售 然後我們就獲得金幣 然後獲得金幣 可以幹嘛 我不知道呢 一個一個來點啦 指揮中心 任務 這邊有一些任務 大概是成就任務吧 然後解救幸存者 5個小女孩可以獲得4000 研究殭屍 現在沒有 這個遊戲它沒有一個主線任務啦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怎麼玩 5樓 指揮中心 這是設定嗎我們剛看過 然後 這是什麼 空軍是不是 好像是空軍 可以往上往下 可以往上往下 我可以這樣往上往下是不是 滑動 可以這樣 沒有沒有你還是要你還是要點這個 你還是要點用點的 所以我也搞不清楚 到底要幹嘛 獲得金幣能幹嘛 現在我也是充滿問號 喔 點這個機器人是不是 我看一下喔 這邊有一個機器人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 剛剛好像也有跑出吧 呃 高級抽獎 特殊抽獎 然後這邊是金幣吧 收購 我沒有那麼多金幣啊 然後助推器 搬運能力 激光炮 我現在是0耶 假設這個是鑽石好了 我現在是0 雖然這個是商店 這個是商店 鑽石商店吧 然後金幣商店吧 是不是 用這個然後換成金幣 然後這邊要用那個 台幣來購買吧 好我懂了 所以這個少女他是商店 然後這個 這個機器人點的 也是商店 他只是變成是助推器而已 然後樣本 全部出售 然後 更換樣本 車輛製造 使用中 我們現在金幣能用的東西好像是只有這個車輛 製造這個車輛 一萬五 呃好像 只能這樣吧 沒有了 我不知道這遊戲的玩法 有了 我正在看那個網頁上的一些玩家留言 好像沒有什麼特別的 然後這個是看廣告吧 打死 殭屍 我懂了啦這個會發光 有個小女孩 我看一下每過五成 什麼社會提供耗材 雖然現在很少往下走會得到越多的耗材 數據保存 這個不能點 點了沒有 這個這個工程這個這個這個是可以升級的我懂我懂 我們除了需要金幣我們還需要那個血清 喔我們的戰力提升的我懂我懂沒有教學啦就是只能自己研究嘛 雖然一開始他可能有講一些貨 哇 再來要 再來要兩萬勒我沒有說 這個這個這個 OMG 這個遊戲他的那個 片頭的那個短影片有版權說 比如 我 今天開始會開始運用啦就是把一些 有一些遊戲他有一些 影片的話我可以把它剪輯在前面的影片 這個影片我上傳之後我會 你們應該看到了啦你們應該看到了 就是我今天 打算以後 稍微把我的影片做一些剪輯 開頭會上個字幕這樣 上了一兩分鐘字幕不會太累啦 一兩分鐘而已嘛 就把我 目前 之前 玩的這個 二三十分鐘十幾分鐘好了 玩下來的那個心得稍微在前面踢一下 因為之前我都是直接打在那個 資訊檔位嘛 就可以這樣打喔 喔喔喔喔我們可以點幾喔 我又發現了一個功能了 是嗎 好像只有大隻的可以點 小隻的不能點 大隻的剛剛那個可以點 然後脫逃之後 可能沒有打成功吧 攻擊力 攻擊力5是打不過他 然後 繼續追擊的話要消耗10個這個方塊 我也不知道他是什麼東西 我們的戰鬥人員應該也可以那個 果然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可以的啊 喔這樣比較強有沒有 戰鬥人員 就是這個遊戲他沒有功能頁面 他是直接點這個 喔他直接點 這樣直接點 點這個圖案 才會有那個功能 指揮中心啊這個是我們剛剛的成就完成 啊2萬2萬好像可以再升 你要自己這樣 滑動螢幕有沒有 然後去看說有沒有小女孩可以救 這個就有小女孩可以救 我剛剛一開始也不知道 他這個玩法其實是很特別 跟平常玩那些放肢呱雞不一樣 他有自己的玩法 然後又沒有那個主線任務來引導你 教學引導 變成說我就是自己要亂點 我們繼續更換吧 1萬5 不然我剛真的不知道怎麼玩 那這邊要10萬了啦 我們攻擊力20 剛那個巨大殭屍好像要50是不是 反正我現在沒有 這樣子我們打起來那個 賺錢速度變快了有沒有 這個血清速度變快了 4種這個血清 一般 變色 橄欖鏡或還有圖片 後面還有更進階的東西 樣本 然後你可以交換吧 但是我沒有 他叫量子立方 我沒有要花錢 有點貴有點誇張 就是這個小遊戲 為什麼可以花兩三千塊去買這個 能量方塊勒 我也搞不清楚 就是有時候我覺得小遊戲就是 乖乖的就 看廣告嘛 拿獎勵 要花兩三千塊有點難 繼續救小女孩我們剛剛有成就任務嘛 成就任務是不是 哇 殭屍世界大戰有100樓 起因為他要往上 是不是 還可以往上 往下打完他要往上是不是 我不知道 好來了來了我們戰力多少 失敗了可惡 獲得了這個 我不知道有沒有獲得啦應該是有 嗎 他就有點像是一個 廣告箱有沒有跑出來 有一些手遊的會跳出一個箱子在這邊 難一點的話 你就要Double或幹嘛的 你就可能要看廣告或是花錢 他的設定應該是這樣 第九層 這個很單機因為沒有聊天室 完全就是單機遊戲 錢的部分 沒錢了喔沒錢了就 這樣嘛賣不多因為這個 很少 這個1比1啊然後這是1比3吧然後1比4 很少 然後我們最大的裝載量是800啊 你只能在800的時候趕快把它賣一買 需要金幣吧 需要金幣嗎 從殭屍身上抽取樣本 10%出售是怎樣 好像就10%出售全部就這兩種 我們剛剛是不是應該 車子是有點像是分母吧 你可以這個裝載量 所以你這個15000你要離線掛機的話 可能要 剩下你這個車子的這個 這個容量 要存15000啦 喔那 成就的部分 成就的部分跑去哪裡啊 我們剛剛那個成就任務 任務 是這個車子嗎 突然間不知道了 啊指揮中心啦看到了 這邊還有這個耶 這是我們磚頭啦 我們剛好升級過 其實也可以點這裡 指揮中心是那個成就 11層會給我們10個這個能量方塊 難得啊難得啊這個 很放置很休閒很花時間 就是節奏很慢 大概是這樣吧給大家參考看看啊 這個遊戲也經常出現在我Play商店上面 就找一些我沒玩過的遊戲啊 不是新有的沒關係我就把它玩完 因為不可能每天都有新有 只能找一些測試的啊或是一些舊的遊戲 我沒玩過的部分 那我們就先玩到這邊吧 好的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贊和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 大家拜拜 拜拜